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你是否常常對醫師的醫療行為 感到困惑呢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解答病患心中的 十萬個為什麼 三位藝人也有想不通的問題嗎 平常門診的時間只有幾分鐘 每個人能用的時間不多 那醫師有時候一天要看上百個人 所以回答的時間 常常有一大沒一大也沒回答完畢 今天我們醫師就一次幫你解答 病人心中十萬個為什麼 病人心中十萬個為什麼 為什麼醫師都叫我跟疾病共存 是不是醫師不會治療呢 我先講結論好了 我常覺得說人生是生老病死 其實是或者生病老死 在生跟死中間 就是每天都老化 但是也是一堆病 本來就這樣子 我們跟很多小病是和平共存的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到處都很多問題都要拿掉 實際上我們醫生 對醫生來講 考慮因素有很多 比方說這個手術 你說一定要拿掉 那手術本身它的力幣是怎樣 力比較多還是幣比較多 那有時候你覺得說力比較多 好簡單 現在科技進步啊 什麼感染率也低啊 不是零風險 對不是完全零風險 然後醫生還要想到說 好 如果你擺著的時候 本身目前是沒症狀 那萬一你一定要拿掉的時候 這個 比方說這東西是在深層的脹氣 很深的位置 可是怎麼看都是良性的 每年看都是一樣 那你減死要拿掉 那萬一傷到周邊的血管神經的話 是得不償失的 所以一定要跟你說 其實像這種 你就不要整天去煩惱它 我們就定時的追蹤就好了 但有些病人就很難接受 那另外一種狀況是說 這個病本來隨著 最明顯就是婦女的疾病 子宮肌瘤 子宮肌腺瘤 在停經之後 它就自然就慢慢消失掉 比方說我們很多碰到那個 大概50歲左右的 48歲 52歲的 跑來說 驚痛這麼厲害 出血量這麼大 貧血這麼嚴重 我 醫生叫我割掉 但是我不想割掉 我說其實是可以選擇 沒有錯 但有些醫生會認為說 還要忍耐多少年 確實沒有錯 有人忍耐很久 那因為平均停經年齡可能 五十一二歲 可是有人到五十五歲沒有停 有人不到四十四歲 四十四歲就停了 對 這差距還滿大的 所以結果造成說 他說那我現在到底要怎樣 我說你如果堅決不開掉 你還是有方法 有替代方案 比方說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 我們有藥物療法 口服的打針的 甚至子宮內投藥系統 放在子宮裡面的 甚至海浮刀 他目的也都是讓你保住子宮 不割掉 所以對這些人他就會覺得說 對我的年齡是靠近停經 我想很多醫生都會讓你選擇說 不是一定要割掉 但是有些神經史的人 就一直吵著要割掉 比方說我碰過這樣的病人 他的那個卵巢水流 其實在很多年前就已經存在了 那他停經後還存在 他就上網讀書 停經後卵巢還有流 這危險 可能癌症要割掉 我就跟醫生 醫生說可是你早就有了 而且這幾年來都一直保持五公分左右 都沒有變化 不一定要割掉 他又來吵 跟醫生說 那我覺得還是割掉 這個五公分多大 他說五公分 是不是像乒乓球 醫生跟他說不止喔 他說像雞蛋嗎 他說可能像鵝蛋 那很大 他一直在比說到底多大 那很大很大 那我也覺得嚴重 醫生說也不要割掉 他下次又跑來 跟醫生說 我上網一查 健保規定五公分以上就可以開 我跟他說 不是可以開 這不是一定要開嘛 那他說不是我覺得很嚴重 我覺得我睡不好 他有點像立病症了 那好啦不然就這樣好 腹腔 他說腹腔很簡單不是嗎 幾個洞三個洞就拿掉了 他說腹腔也是有風險 結果好死不死那一台刀 那個醫生說真的有夠倒楣 居然開到 突然突然被旁邊的一個見識醫師 踩到那個電燒板 就剛好去夯到 沒有直接燒到腸子 夯到 那大家也沒有注意到 就是 大家就看好像也沒什麼事 因為表面上也沒什麼 結果過了兩天說 肚子痛起來 一看完了 腸子破掉了 所以就又要去補腸子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是 醫生一直跟你說不必處理的 你就相信他 不過一個醫生不相信 不然你兩個醫生都這樣講 你就稍微相信一下嘛 那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 人類乳突流病毒 因為這幾年 子宮頸癌疫苗的 推廣得很好 那子宮頸癌 還跟人類乳突流病毒有關係 所以就封起了一個 人類乳突流病毒的檢查 我直接把幾個密碼跟大家講 有關於人類乳突流病毒 第一個 這種病毒呢 其實大概有超過200多種以上 其中大概有80幾種會產生疾病 有分所謂產生跟癌症有關 叫子宮頸癌 或者是其他相關癌症也有 第二個就是跟菜花有關 這是第一個 大型研究顯示 在25歲到30歲 這種比較年輕的女孩子 你每個都做個篩檢 大概四個會有一個 就裁得到這個病毒 四個就有一個 統計上 一個人一輩子得到的機率是 這85%的人都得過一次 只是不一定 你現在隨時測 15%的人身上有這個病毒 可是有些人是以前得過的 有些人是現在得到 有些人是未來會得到 那一輩子85%得過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一個 很嚴重的一個什麼重大疾病 我們再把它拉到第三個層級 就是35歲這個附近的人在測 大概100個9個會有 這意義是什麼 從25歲到35歲不是你老了 而是多數的人自己會好 但是如果到35歲 你的局部免疫力比較差 這個9%的人 比較不容易好 那你會說這9% 那以後都變成癌症嗎 也沒有 諾貝爾的文獻告訴我們一件事 1000個感染的人 其實最後最終只有 8個不到的人 真的會變癌症 也就是感染的人 992個自己都會好 那另外那8個 只要你定期的追蹤呢 其實就可以得到 早期的偵測 有問題我們就早期的處理 所以這個病毒 為什麼這個是非常典型 我們在講 你必須如果知道 也不要害怕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就算感染 992個會好 可是這992個在 他知不知道會好之前 他每天會忐忑不安 所以這個病毒 到底要拉到前面檢查 可是因為時代在改變 我們20年前 我剛剛 我差不多當組織醫師快20年 剛出來那時候 這個是拿來第二線檢查 第二線檢查就是你如果 某片作為有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擔心 我們才可以拿來做 可是這三年已經 他可以拉到第一線檢查 第一線檢查就是 你可能覺得你的性活動 比較活躍 或者你擔心得這個毛病 你是可以偵測 可是你的態度必須要健康 就是你不能一看到這個病毒 有了 你就很害怕 從此以後列入 就是昏天昏地的 一直要追這個病毒的治療 像我是那種 比較愛問東問西的那種人 就一定要問清楚 比較安心 但我媽就不是 我媽就是那種 醫生說什麼就什麼 那以前大概在我國小的時候 我媽那時候就是 驚血來的時候是 大量出血很不正常喔 血流好多 血流好多 然後後來她就去檢查 她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醫生就跟她說 你的卵巢又長水流 這樣 然後一聽到流這個字 我媽就嚇到 我媽還問她說 是初期還是末期這樣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你先表緊 先觀察一下 那搞不好 以後等到更年期之後 就是荷爾蒙變化 它就會越縮越小 越縮越小這樣 所以我媽就回來了 然後我媽看完醫生回來之後 我們當然就在旁邊很緊張 問說媽媽 就怎樣 你還好嗎 我媽就說 裡面可能長了一個水流 我們一聽到就說 水流 然後還要跟她和平共水 還要等到更年期 這麼多年之後 才去看她有沒有消掉 這樣子不會有什麼問題嗎 我媽就那種 哎呀沒關係啦 醫生說 就是等等看就等等看 然後我們那種就是 不然你再去看別的醫生 怎麼會 就是等那麼久 就覺得很害怕這樣 然後現在 過了好幾年了 其實我媽好像現在身體 沒有什麼異狀 但也不知道那個水流 到底還在不在 但就是覺得 如果沒有問清楚 就心裡就會很緊張很害怕這樣 不是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親人更擔心嘛 對啊 這個到底是良心惡心 也不知道 將來會發展什麼 就像你們之前有講 金婆婆陰婆婆 活了那麼久 最後解剖身上 還是有四季的孩子 都這樣 癌細胞只是歸發出來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在講說 良性腫瘤到底要不要開刀 其實我們醫生 大家相信我們醫生是很 勤奮在看各種醫療資料的 所以從那個盤骨該天PD 什麼北京人生農事 我們每次告訴你說 良性腫瘤要不要開刀 其實我們是收集了 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我們是看國外很多的文獻 告訴你說這個腫瘤 變二線的機率是多少 或是這個腫瘤以後 會產生症狀的機率有多少 我們才告訴你說 這個腫瘤要不要開刀 所以比如說 如果這個良性腫瘤 這一輩子變成二線的腫瘤 只有千分之一 然後可是你去開這個手術 我們有很多的文獻 因為我們開過很多台了 告訴你說 開這個腫瘤會出事的 這個機率是百分之一 那我們就覺得這個不要開 之前我們就有個病人 他才22歲 他是做體檢的時候 發現甲狀腺有一個 一公分的腫瘤 其實他自己根本摸不到 他根本摸不到 他也完全都沒有症狀 可是他就是 一知道自己身上有腫瘤 他就是很想要 可能有潔癖吧 他就覺得身上有東西就不行 潔癖 他就非常的緊張 他覺得他 就這個東西 他就是一直覺得怪怪的 他就一直要求醫師把它開掉 醫師剛開始跟他說不要開 他說不行 他說你有辦法跟我保證 這百分之一百不會變成癌症嗎 當然你跟我們講百分之一百 誰能夠答應 跟你保證什麼東西 他說那你要開就開 但是這個手術是會有併發症的 他說那併發症多少 對 開甲狀腺都會以為很嚴重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現在開甲狀腺的手術 確實非常的進步 其實會出現併發症的機率 真的非常非常低 各位常常聽到什麼 聲音變沙啞 流血 其實在我們現在 其實都很少很少在發生 那個病人那天早上就去開刀 剛才到達恢復是 也都很順 就一邊就拿掉也很順 晚上的時候 那個就是他當課那個主治醫師就被摳了 在晚上的時候突然間喘起來 整個那個邊都是 突然間喘起來 然後那個總醫師衝過去 就傷口一打開 血啪啪啪流出來 不過好在那時候那個總醫師 他本身就是當課 所以他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那個病人就是 他晚上的時候一直在咳嗽 剛開始都沒有流血都很好 因為如果是我們當場沒有開好的話 他當場就出事了 可是他是回去一直劇業在咳嗽 把我們綁線了一個血管 一扯一下就撐破了 就突然間大流血 那時候那個因為他總醫師還算有經驗 如果說傻傻去幫他插管 那個病人可能就變植物人了 因為那時候他是一出血有沒有 氣管會被壓扁掉 你插管根本就插不進去 那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馬上把傷口打開讓血流流出來 然後趕快送到客家房去處理 那病人因為處理得當 所以最後還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那個假裝性一個水炮 也是漸漸發現一個水炮 他還是來我們這邊諮詢 我們就看到說水炮不用開 水炮會變成惡性的機率趨近於零 而且這樣他會怎麼樣也沒有怎麼樣 結果好死不死 他下個禮拜 不知道怎樣被人家打到這個波子 一打就出血 那個水炮就流血 不知道怎樣就開始流血 他裡面的血管滿風味就流血 流血就送到我們的急診室來 我們是警機幫他抽 然後馬上去開刀 才處理掉 那時候他的媽媽就告那個 當初跟他解釋那個外科醫師說 你怎麼沒有跟我們講 這有可能會被打到流血 那你要預防這個 應該要跟我們講這個要開掉 你要帶警圈 對 你要把所有的 這個不跟我們講 所以那個就很煩 我們就覺得說 拜託這個一萬個也看不到一個 會不會打到流血的 那我們怎麼跟人家 剛剛跟人家說這個可以追蹤 也是一個大學生在那邊打籃球 可能比較活躍 後衛在那邊過了 跟人家一撞 一撞之後肚子超痛 就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肚子整個脹起來 我們電腦整個一切 原來他左邊有一個 大概七八公分的血管 他可能撞得比較厲害 一撞那個整個這樣裂開 就在大流血 那因為那時候血壓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沒做血管酸塞 直接送出去開刀房 就把他左邊整個切掉 一樣啊 後來生命真相穩定的時候 他媽媽又開始告 告那個胃腸科醫師 說當初這個血管流 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問你 在你這邊追蹤了兩年了 你都跟我們說 這個血管流是良性的 都沒怎樣 然後也不會有症狀 你看現在流血了 為什麼可以追蹤 那時候因為開刀是我開的 我就幫那個胃腸科醫師緩起來 我說你不能這樣講 我說我統一這麼多年 我最少看過一千個血管流了 你可能是我 第一個看到被撞到在流血的 那為了這個千分之一的機率 每個病人都跟他講說 你只要有血管流 就要來切乾 一個這麼大的手術 對啊 為什麼要給一個 這種千分之一的機率的人去做 對啊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再次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就可以走了